你对稳定越是向往 说明你的底层情感越不安全 你所有的努力都是一场被吹大的气球 最终你必须独自面对它的爆炸 我们聊了泰勒斯所说的水 那些具体经验 被阿纳克希曼泽的无定 那种抽象权力所终结 可是这无定太虚 无法瞄准 我们想找回一点具体的掌控感 所以阿纳克希美尼来了 他看着无定的黑色深渊 觉得他太过抽象 他无法解释我们每天早上醒来的 感官世界所看到的一切 他需要一个精巧的中间地带 他选择了一个我们每天都在呼吸 却从来没有注意到过的气 气是万物的本源 通过稀疏和浓密 从不同形式中产生出来 所以气到底是什么呢 它在今天就是我们全部的稳定 它比水更加灵活 它可以流动 它比无定更加具强 可以被我们感觉到 它可以被稀释 也可以被浓聚 气被稀释时变成火 你的价值被稀释成情绪内耗 还有一些无意义的社交 气在农聚时变成水土或者石头 这代表你的稳定工作状态 被农聚成为职业身份经济来源 我们以为我们手里握着的 这些水土石头 这些稳定的具体的资产 其实只是气在特定温度下 给我们制造的短暂幻觉 我们的身份 我们的关系 我们的稳定生活 都是气的一种浓度表现 所以阿纳克西美尼的观点是 我们无法成为气本身 我们只能感受气的变化 给我们带来的结果 我们无法控制气温 但气温一变 价值归零 我们手里握着的石头 这些资产 稳定的关系 稳定的工作 会被吸食成失业 失恋 破产 这些水 而我们掌握的水 这些具体经验 则会被农聚成焦虑内耗 这种火 我们所有的挣扎 不过是想在农聚时 多留住一块石头 但我们忘记了 农聚 稀释 只是气的一种呼吸模式 泰勒斯想掌控水 阿纳克西曼德想描述无定 而阿纳克西美尼说 别去控制那些石头和火 而是去观察气的呼吸规律 什么意思呢 翻译翻译 一 真正的稳定 不在于你手里有多少资产 而是面对危急时 借火燎原 再面对机会时 参与农聚 二 认清你现在的稳定 只是气在你身上的 短暂停留 所有试图在气中 构建永恒堡垒的努力 都将被一次 宏观经济周期的呼吸所吹散 而我们唯一的掌控 是比气更加灵活